歡迎收看今日的新聞專題時間 大師楊瑜 我們今日講的題目就是講上山下鄉 這個似乎是歷史故事 但其實不是的 因為中國歷史研究院是一個什麼機構呢 就是寫篇文 肯定這個上山下鄉 這個是非常正的東西來的 這個是中國社科院屬下機構來的 基本上由黨去做歷史研究 就是最高的一個 好沒門了 那篇文是講什麼呢 腳踏實地青春無悔 知青下鄉推動社會進步的偉大壯舉 這個明顯是很令人震驚的東西 因為很長一段時間 中國都是說上山下鄉 知青這個是很嚴重的錯誤來的 就是說很多人道災難 例如是天獄 沒有看過 天獄就是三點水洗澡那個獄 就是一旅之青 如何是上山下鄉 然後被幹部搞來搞去 就是性方面 然後發不出城市 那最後是自殺的 其實 旅城市 旅鄉村的人 去到城市 都很多時候被搞來搞去自殺 ok 即是調一轉 對嗎 這是群體現象 就算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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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市人 去到城市一段 最初很多女兒被搞到 很多被搞到 自殺到自殺 那當然這個問題 有幾個層次 就是細節很長 我就暫時不細讀先 就說你有什麼討論方向可以說一下 第一當然就是習主席的知青 他很懷念我生活 他很懷念我生活 他從不偉然很懷念我生活 即是他覺得是很正的 事實上真的很正的 即是說我身上很多人 都說我很懷念很窮的生活 是 當初都是後來發財 但我都做到那些時候很正 但如果你一直都是那樣 那樣東西的話 即是西哥時候窮是好事 前提是西哥時候窮完之後 但是很大又很快發財 就覺得很寶貴人生經驗 是的的確有寶貴人生經驗 如果是這樣 那也是中共現在很多高層 包括王岐山 栗戰書 他們都是知青一代來的 即是上山下鄉 跟著去鄉村受到磨煉 然後回到城市 就不知為什麼 或者因為家庭關係 就成為這個黨的高層 當然上山下鄉有好處 首先你是黨的扶寧的人 你回到家庭店 當時的時候不是有心給他培養 當然你是紅二代 當時的時候不是因為這個問題 當然是知青下鄉 在當時其實是解決什麼問題 現在不如正在適用這個情況呢 如果你純從訓練的話 即是如果有很多錢 我還有兒子 我都希望他還有麥當勞 那件事本身是健康的 但是你上山下鄉的前提就是什麼呢 那個人本身是一個城市的人 而且他之後會回到城市 那你做那幾年零年呢 你有幫助的 但是如果你本身 我本身出來去北京大學 讀書 我到北京大學 那你就沒有作用了 即是那個問題是什麼人 上山上有作用 對不對 那個人原來他在甘肅裡 在甘肅裡 無端的讀了十幾年書 年年做作型考第一 到北京大學讀書 讀書 讀書之後你把他回到青海 那你就沒有了 本身就是貧 所以整件事究竟是那個人 但是如果那個人 自稱是一個富裕 是一個紅二代 是一個什麼 你去上山下的確有幫助 還有對社會整件事的和諧 所有的事情 健康一些 是的 不過那個重點都是說 當年就是為了解決大學生 即是說這班沒有書讀的 那你怎麼處理這班人呢 即是你放在城市上 你作反而已 是呀沒有東西做 又沒有書讀 什麼都沒有 你不知做什麼沒有理由 那你不如就放他去農村 起碼就沒有這麼大的社會問題 那中國當然現在也有類似問題 就是大學生 很多畢業了 即每年畢業大學生 就是950萬 那樣 但事實上 經濟也不是太景氣 是不是 即是放他們回去這個鄉村建設 啊 搞大倫爺啊 你現在你 沒錯 你搞這麼多大學生 搞這麼多大學生 其實應該是中國是 應該是 割了大部分的社會科學學科 是 人民學科 那些是需要 社會科學科 人民學科 最精英的人讀的 你不需要這麼多人讀 而是 你這麼多人讀是沒有用的 那時候是去回主要是科學 然後就把那些人扔掉 扔發 即是 不要讀這麼多村 棄勝絕智 文理百倍 最近這幾年 內地有很多特色很熱的 因為小鎮青年 下沉經濟 就是探你那些人說 田園目光很爽的 可不可以在城市裡面這麼嚴重 田園是很爽的 你有錢的田園就是爽的 沒有錢的田園就不好 當然嚴重 其實就是想多些人去鄉賺 沒有這麼多人在城市 低端人口就不要來 是的 但是低端人口不來 誰到市呢 你城市都需要低端人口 每一個城市都需要低端人口 都需要低端人口 即是不要這麼多 是 那天文其實有講幾個論點 剛剛我們講到這些 即是包括 第一 當年有什麼好處呢 就是反對和平演變戰略的關鍵來的 就是培養了革命少子班人 就是習主席 第二就是 教好地解決制業問題 第三就是 推動了中國社會主義建設 那你問班師 去建設一下 去建設一下 那這個 就怎樣都是好的 那上山下鄉 這個當然戰略意義 第二就是 當年毛澤東就文革 去到高朝的了 他就說 現在是輪到 洪小將犯錯的時候了 哈哈哈哈 重點就是 城市的文革打完 那你不如下去再搞一個 就是 或者不要搞了 你們去做一些建設性的事情 就是 你土人已經瘋了 其實香港人才應該上山下鄉 哈哈 做一件事的 那個 這個狀況就是 其實他有少少少 我覺得有少少是避錢的意義 避錢的意義 避錢的意義 就是要那些人 有城市 有些吃苦 有些什麼 將整個中國 變成一個 隨時被打仗的地方 深惑洞 港織糧 那些人 沒錯 但他又要維持經濟 又要什麼 所以是有避錢的作用 是有戰爭狀 就是你戰略的時候 你一打仗的時候 你就要把那些人去分散去 那另外 我想到一個很無聊的事情 就是 大陸人 假如你北大畢業 那你忽然間 組一個號召 你去 那你始之以避 或者大學生都可以 我當然不要去 但是如果你是香港人 那你在大陸讀書 或者香港讀大學 那你是不是真的 響應上山下鄉 他幾年回來 那不是都不錯呢 其實 總之家有線就不錯 如果本身在鄉下就沒有了 你浪費了自己的青春 就是香港人呢 是不是可以考慮一下 有丟臉就可以了 就是說 不是啊 現在你 黨培養你 你去到那就可以了 那如果沒有的話 你就會浪費了幾年 青春 我想去到那就可以了 其實他也是 是想跟緊跟黨路線走的 是 跟緊跟黨路線走都沒問題的 就是你到最後 你回得出來就沒問題了 我記得有一個人叫李浩爾 就是 以前團結香港基金的總幹事 現在也是相當高層的了 就是 未來香港的明天師兄 他都在貴州 做過幾年的院長做你 那你肯做這些就是明天師兄 是的 所以我就說 是不是香港人現在覺得很糟糕 不如想想這些 做過的方向 很多很糟糕的人 本身是王氏 那倒是 即是 每一個國五去轉變 沒錯 即都不收你了 因為你的政治標誌太差了 那你投城可能會收 投城可能會收 就像李登輝一樣 李登輝不同 李登輝是本身是青春的 你看看他那個背景是很漂亮的 即是背景是讓人吸引的 是的 那這次詩問還有三個 主要論點就是 他辯證 知青下鄉為何是對的呢 就是說 是不是逆城市化 不是的 當時也沒有什麼城市讓你去 所以城市是不需要增加的 知識下鄉當初是對的原因 現在證明是對的原因 是因為中國已經崛起了 他所謂知識下鄉就不對了 如果中國現在全都倒霉 如果中國在街上的話 知青下鄉就不對了 當年的時候就倒霉 因為後來他成功證明了 先前的做法是對的 第二個點是 但是個別問題 什麼天獄那些是很少數 大多數都很歡樂的 我有一些朋友都很歡樂 告訴我 他說一生最開心的 就是香港來 他也是在香港後來 他華僑來的 他說一生最開心就是那段時間 每天都沒有任何內容 晚上唱歌 教農民讀書 他覺得很開心 但是他過來香港做了 當然是發作答 也是我前輩 也是在亞洲洲刊做編輯 他都說很開心 因為每天都還要讀書 這件事太開心 所以很多人是很開心的 當然我那個人是因為有女 有女兒在那裡 哇很開心 不是 去到那時有女兒 但問題是兩個人一起很開心 就是感情好 感情好比他老婆 現在的老婆 那第三 他就說 是否擔誤學業 反正都沒有書讀 所以沒有擔誤學業 所以沒有擔誤學業 你明白嗎 你那些蠢的人 去到那裡 你那些蠢的人 去到那裡 甚至有些磨練 是好的 但是你那些蠢的人 去到那裡 就會更蠢 因為你是對那些蠢的人 當時文革時期 一上測下 似乎是中國特有現象 但其實全世界都有類似的事情 就是為城市太多人 你不如去建設一下偏遠地方 例如JFK那時候 也有搞到和平團 就叫一些人去建設偏遠地方 甚至你去一下非洲 去一下南美 分散一下處理 我們都是問的問題是 咦 中國是不是又回到這個時代 真是 大師 是 當然是一個階段性 是 假如你二三個城市發展都好些 其實整個中的發展都是好事 是 沒錯 沒有補充嗎 沒有了 那新聞專題 我們應該短一點 先說到這裏 好 拜拜 今天我和大家說一說 我最新的一個炒股課程 為什麼會做一個最新的炒股課程 我十多年前的時候 就寫了炒股密碼 那時候就教會大家什麼叫做財企炒股法 現在全香港都在用 但是現在 今時今是十三年前的時候 用做的事情 現在做 我覺得好像很多事情 大家都認識了 就變了有點 舊 現在新的 新發起 即是說我自己也有很多新的領悟 在這十幾年度 大家都知道我炒股的方式也不同了 那究竟炒股密碼 主要是說世價股 究竟現在的大的事情 是怎樣的做法 是怎樣的運作 或者現在的大的 以及我所說的一些很微觀的操作方式 究竟在宏觀的股票操作 譬如說一些美團那些店操作 或者是一個宏觀的未來的大市 究竟是怎樣的看 很多事情是之前沒有遇到的 都是我近來的 現在我這個課程 就是想和我和R君兩個 就是想共同合作 去創造出一個最新的 或者最新的 和一個應該是最好的 一個炒股票 或者認識股票的一種方法 而我們這個課程 就是希望可以帶給一個全面性的 在現代能夠有一個實用性的炒股知識 以及令到大家可以有一個 在宏觀上 就算不是炒世價股 而是炒其他方式 包括一些圖表方式 或者是一些走勢方式 或者是看宏觀經濟的方式 各種方式 或者是新股怎樣去處理的方式 這些方式都是我炒股漫畫 或者是之前的書是沒有說的 在這個最新的課程之中 都會遇到 多謝大家 希望大家捧場 如果財事多數到最新的 公主一下 公主 otur